一提到诸葛亮 想必大家脑中都会有一些印象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 一位著名的军事家 谋略家 刘备身为皇室宗亲 为了兴富汉室 却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份 三顾茅庐 终于把卧龙诸葛亮请出山 祝他逐鹿天下 而说到刘备的孩子刘善时 人们内心都嗤之以鼻 甚至把他们父子二人 比作虎父犬子 民间都是认为阿斗脑子不好 但是刘备的儿子 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刘善在位四十年的时间 他的前半段执政生涯 是在诸葛亮 蒋婉 董云等人的 辅助下度过的 没有太多的出场机会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他吃啥 一直到了二三四年 诸葛亮身患重病 临终前刘善说了一句话 让诸葛亮几倍之声冷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阿斗刘善在诸葛亮临终前说了什么 竟让诸葛亮有如此反应 阿斗名字的由来 刘善出生于207年 阿斗是他的小名 他就是蜀汉孝淮皇帝 刘备去世后 阿斗成为蜀汉第二位皇帝 在位四十年 在中国有句古话叫 扶不起的阿斗 专门用来形容那些 永远无法扶持成才的人 这句话中的阿斗 正是指三国时期刘善 三国演义中的阿斗 只会玩乐不辞进去 哪怕是有诸葛亮这样的 不是之才来辅佐他都没有用 刘备建立的蜀国最终还是灭亡 许多读过三国演义的人 都会把北伐失败的原因 归咎于刘备之子刘善 据史料记载 诸葛亮第四次出奇山的时候 刘善听信了诸葛亮 早晚要称帝的谣言 居然下旨要诸葛亮退伍回朝 矮得粮草紧张 诸葛亮也只能奉命返回 这也让司马懿缓了一口气 扶不起的阿斗 这一说法也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由于阿斗平庸的很具代表性 以至于如今说起阿斗 都会让人联想到 庸禄 昏溃等这一类贬义词 而阿斗也成为了 无用之人的代名词 但其实 世人对于阿斗还是存在很大误解的 历史上真实的阿斗 绝不像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那么昏庸无能 从三国时期蜀国的历史来看 当时是 刘备膝下还有个义子刘峰 刘峰恰巧和刘善截然相反 他非但谋略数一数二 而且为人仗义 可以说各方面都远甚刘善 基于这个义子的存在 刘备曾经也犹豫过 然而从后面的表现来看 刘峰依旧功高 在军中威望一日日上升 渐渐对刘备的这个正统儿子刘善产生了威胁 要知道刘善可是刘备老来得子的亲儿子 自然是很宠爱 而这个时候刘善的表现却处处不如刘峰 这些事刘善自然知道 在军功各方面 他比不上刘峰 于是才故意示弱 博取刘备的同情 最主要的是博取诸葛亮的同情 当时刘善能继位 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 赵云 赵云和刘善的情意很独厚 这也是刘善能顺利接过 刘备手中大权的极为主要的因素 又有诸葛亮的加持 最终刘备决定将皇位传给刘善 刘善17岁成帝大赦天下 在他登位初期 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 主张停止对外征战 让百姓休养生息 恢复国力 从这里我们能看出来 阿斗还是有基本的政治素养和思想的 知道百姓连年征战 疲惫不堪 应当让他们休息 这种做法跟后世同样 二世而亡的隋阳帝比起来 那是好多了 隋阳帝横征爆脸 而阿斗知道给百姓一线生机 同时 阿斗尊崇刘备遗诏 由诸葛亮附证 而且是正式无巨系 贤绝于亮 就是各种大小正式 都由诸葛亮决定 要知道 阿斗作为一个已经成年的皇帝 朝政大权还在丞相那里 而他既没有猜忌诸葛亮 也没有跟他闹矛盾 或者想要强行拿回权力 这能看出来 他是一个大度大气的政治家 或者说 他是一个很能忍的皇帝 之所以说阿斗能忍 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 当年 刘备白帝城托姑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过诸葛亮 我这个儿子 如果能辅佐 那就请先生好好辅佐 如果不成器 那先生可以取而代之 当时的情况下 诸葛亮虽然答应说 自己一定忠心辅佐少主 但诸葛亮心里也明白 这个时候的刘善 还没有能力把持蜀国朝政 此时一旦放权 蜀国离灭亡就不远了 而这对阿斗来说 危机感还是很重的 你想一想 真的有哪一位统治者 会完完全全放权给臣子吗 诸葛亮去世前 阿斗对诸葛亮的态度 诸葛亮是一直追随刘备的老臣 而且能力超强 不管是军中威望 还是文官中的威望 那都是很高的 而他阿斗呢 只不过是一个刚刚继位的新皇帝 朝中没有自己的直系势力 如果诸葛亮稍微有点异心 要想取代阿斗 简直是易如反掌 那么 一个没有根基的新皇帝 和一个实力超强的老功臣 共同主持朝政 这位新皇帝应该怎么做 才能确保自己稳坐江山呢 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淫人 或者说韬光养晦 阿斗就是这么做的 《三国治后主传》中有这么一句话 正有葛氏 既责寡人 话是阿斗说的 意思是国家正式由诸葛亮决定 我这个皇帝只管管祭祀的事情 这话说的多明白 诸葛亮在的时候 阿斗就完全放手让丞相去干了 而自己就干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而且丞相干了这么多年 史书上也没记载阿斗有反对过丞相 阿斗之所以没有反对过丞相的执政 或许是因为他不能反对 毕竟丞相是忠臣 每一个行动确实都是为了汉士 又或许是因为他不敢反对 毕竟朝中都是丞相的势力 但无论如何 阿斗和诸葛亮都还平安无事地共治属汉 直到公元二三四年 诸葛亮临终前 阿斗特意派大臣去探望诸葛亮 并且问他属汉的未来在哪里 后续还有何人可堪大用 这些问题问完 诸葛亮答完之后 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丞相百年之后 子孙当如何自处 意思说 丞相啊 您去世之后 您的子孙该怎么安排呢 这话表面上稀松平常 实则暗藏深意呀 我们想想曹操 作为县帝一朝的权臣 他自己虽然没有篡位称帝 但他儿子曹丕 是毫不犹豫 急不可待的把汉县帝给赶跑了 所以聪明的诸葛亮自然明白刘善的用意 就是想问他去世后 全力放给谁 他听到这句话是冷汗之冒 这才知道 原来这么多年 阿斗一直是在隐忍 刘善这真是深藏不漏 什么事他都明明白白 以至于人们常说刘善 是扶不上墙的阿斗 他都不会辨别 任由人们去说 诸葛亮暗暗叹气 为蜀国鞠躬尽瘁 还是不能免去被猜疑 好在诸葛亮辅佐刘善 不曾动过一心 否则诸葛亮的结局 不会这样圆满 为答复刘善的疑虑 诸葛亮在临终前 写了一封信给刘善 其中写道 陈家有八百个丧树 足够我子孙后代吃饱喝足了 简而言之 就是为了保住一家老小性命 而让刘善将他的子孙贬为平民 这样才让阿斗放下心来 诸葛亮对此事进行了交代后 他很快就去世了 享年五十四岁 而且诸葛亮去世后不久 阿斗就迅速掌控了大权 开始了赌掌朝政之路 有事可知 阿斗还是挺厉害的一个角色 但是如果阿斗能像自己父亲刘备一样 信任诸葛亮 也不至于轻而易举的就将父亲建立的基业丢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